健康同學會 同學會健康 歡迎參加五期健康同學會 安德今天真的是太興奮了 又是好豐盛的一餐 對啊 我一看到我就覺得 立刻就每個菜都非常好 而且你看喔 這含有熱騰騰的小米粥 這裡還有一碗的小米粥 還有一道蝦仁 我剛剛記得還很訊問 我說誰在那邊做菜 他們說我們買的 我以為我們已經拆了一個廚房 這個你已經開開來吃了 但是我剛剛不太敢吃 因為它有太多鹽巴 就不符合我們同學會推薦的內容 所以我們今天要介紹給大家的就是 五穀雜糧 雖然說叫五穀雜糧 但其實五穀雜糧分成 我至少有個五十上百種 對 而且剛剛王老師在泡那個亞麻人 亞麻人的那個泡水 我就想說那我還問他說 就可以直接喝嗎 所以有很多健康的東西要怎麼吃 都有其實的重點 還有很多的小PayPal 大家要知道 我們介紹來賓之前 你要講笑話嗎 對 我有一個笑話是關於 也是關於吃的 就話說一群觀光客到一個動物園裡面去 然後他們拿了一些核桃 要堵給猴子 結果每一個猴子 都是撿起來就吃撿起來 但是其中有一個猴子 都先把那個核桃 塞到屁股了以後 再大出來再拿來吃 那關門客都笑這個猴子 那那個管理員就說 你們錯了 其實那個猴子是最聰明的 因為那個這幾天 那隻猴子便祕 然後自從它便祕了以後 它就知道 要先測測看那個東西 能不能從那裡大出來 大出來以後 它才要再吃 所以它才是最聰明的 所以換句話說 那些猴子搞不好 等下那些猴子都會便祕 真的是 這跟我們今天主題有什麼關 有什麼關 有什麼關 我不知道 因為這些 五穀雜糧 是比較粗食的東西 粗食的東西 很容易消化不良 真的嗎 對 很容易消化不良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吃 不是吃五穀雜糧 反而會幫助你消化 好像不是這樣 還有有些人是不能吃 觀眾要聽我們的分析 沒錯 沒錯 今天我們現場來看 保縣市主任潘懷中 潘博士 大家好 好 還有我們的健康教育 第十九章的老師 也就是王明勇 王老師 大家好 王老師 王老師剛剛從上海考察回來 對 昨天半夜才回來 這樣子 非常來 這個一大早就沒有缺客 真的是太好了 好 我們五年九班的洪素卿 大家好 五年九班陳安怡 前同學 大家好 好 講到這個五穀雜糧 我都超特愛吃 但是大家就說 有一句話講說 人哪有不生病 人吃五穀雜糧 哪有不生病的 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五穀雜糧 我們就先來看看 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一般 中國最早講的五穀 就是 稻 蜀 這怎麼念 稻 脈 蜀 蜀 我都真怕念錯 其實這些總之來講 稻米 糙米 或者是黃米 玉米 或小米 或者是小麥 大麥 蕎麥 燕麥 或者是我們講一般的豆類 像紅豆 綠豆 大豆 整整 這五種應該大家都吃過 然後雜糧講的是說 除了水稻小麥之外的雜食 譬如說像南瓜籽 核桃 藝人 本草綱目裡面記載的 古類有33種 豆類有14種 真的滿多 所以加起來有47種 有好多東西 我們可能都沒有吃過 譬如說絕名籽 也是五穀雜糧的 你吃過沒有 是嗎 我媽媽拿來煮水 喝過 她說可以降火氣 對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 還有一些什麼黑麥 蕎麥 還有好多好多東西 不曉得到底有什麼功效 我們將今天的一位觀眾朋友 來解答 好 那我們首先來看到的 就是剛剛講到說 五穀雜糧什麼 老師要不要告訴我們 先王老師先講好了 我們一般在吃這些東西的時候 你怎麼樣去定義這個五穀雜糧 其實五穀雜糧 其實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現在人吃東西 真的是很簡 就是越來越簡化 就是橡木 像你看我們吃的青菜水果也是一樣 你會發現再怎麼吃 好像都是那幾種 其實這個不符合我們講的健康的原則 就是彩虹原則 這個所謂的不同部位原則 不同種類的原則 是各種顏色的原則 其實都不符合 所以五穀雜糧 其實我也常常在教學過程中 叫鼓勵大家 就是盡量能夠多攝取 各種顏色不同種類 但是只是說我們今天 也要跟大家來談說 有一些比例上的問題 或者是吃的方法的問題 一些比較正確的方法 可以讓你更健康 而不是說有一些 我們一些倒聽途說吃錯了 反正對身體沒有幫助這樣 我們今天就先來介紹 還有十種好不好 你看我們這個潘老師桌前面的 有 你看 這一個是什麼糙米 已經混了 這已經混好了 你看又不能講 這已經混好了 真的是這邊 這是糙米 黑糯米 小米 藝人 這個是杏仁 芝麻 黑芝麻 白芝麻 然後這個是亞麻籽 核桃 妖果 絕名籽 希望我們有時間介紹這麼多 你知道嗎 擺了這些還有很多千百種 我們還要做好多錢 對啊 其實我覺得我很慚愧 因為我都是一直 我們家裡都是沒有加著吃的 那我知道行政院 現在都希望大家說 能夠有一個健康心主張 就是說要混著吃 那現在混著吃 以前我們大家就是米 都白米洗濕 你們家有混著吃嗎 有這樣雜糧什麼混著吃嗎 也沒有耶 我們都吃日本的米 或者是池上米 所以聽說太筋了也不好 對 太筋了真的不好 以前我們小時候 我記得洗米有沒有 洗洗洗都要洗三四遍四五遍 洗到白白水倒出來沒有 後來才知道 洗出來渾濁的那些都是養分 都被洗掉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我小時候洗米也是這樣 而且那時候小時候 還有配吉米的時候 還要去抓那個米蟲對不對 因為媽媽會交代說 你要洗乾淨一點 等一下要吃氣 對不對 那誰知道 根本其實不用怎麼洗 對啊 所以現在行政院的那套 新主張是怎麼個混法 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有一個比較好的混法 白米混 對 其實如果我們今天 要像我們現場混的這個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一個比較簡單的原則 像我自己家裡吃 當然有的人 一開始他沒有辦法接受 其實我在教學過程裡 常常問很多同學說 烏骨米健康的舉手 白米健康的舉手 對不對 大家都大概百分之一百 應該都是覺得 烏骨米比較健康 但是我一問 吃烏骨米的舉手 而且我覺得男生都很不喜歡吃 對 還有小孩 小孩跟男生 所以我自己在寫書的食譜裡面 我就有一個經驗 我說我把它做成那個料理 把它調和好 我試調過大概百分之八十多米接受 像小朋友跟那個大人都可以接受 是真的比較難吃是不是 不是 我可以講 就煮起來跟子彈一樣 跟子彈一樣 就是你這個傳統人的印象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想今天要問一下說 告訴我們這些 上班的婦女怎麼煮 我一個簡單的訣竅 如果今天你買現場的 我們現在訪間證很多 五股米八寶米 什麼十六股米 很多就是不同種類的 但是最基本 我可以教到一個最基本 如果以五股來講 就是說你糙米50% 所以今天我要混好 混的時候我先準備糙米50% 好 那再來其他的雜糧類 你可以挑大概四種 像我們今天有藝人 有小米 有這個黑糯米 紅糯米 或其他的這個小麥 燕麥 大麥 高粱 蕎麥都可以 那我可以挑大概四種 那各八分之一 就是各 這樣就變各二分之一 這樣混在一起 這樣的比例是比較OK 這樣會好吃嗎 好吃是第二個步驟 就是要煮 煮的話 我剛才跟潘修士在聊天 就說白米是當餐煮 當餐好吃對不對 對 五股米剛好顛倒 越煮越好吃 就是你要隔餐吃 會比較好吃 這是我的訣竅 其實我是覺得 其實我是覺得 他講隔餐 大家會搞不清楚 其實就是那個燜的時間 要久一點 就比如說我們電鍋 電鍋 一般我們那個保溫電鍋 煮熟了以後 我們基本上差不多時間 我們就打開吃了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說是 能夠讓它溫久一點 比如三四個小時以上的話 更好吃 所以不一定說 是要吃過以後 剩下的再吃 就要隔餐吃 我口訣是這樣 阿清嫂是嗎 阿清嫂提供給他一個 就是說我雖然很少煮飯 但是之前有一個 我吃過一個秋香老師 他煮的五股飯 非常的好吃 但秘訣是什麼 秘訣就是說 他其實說這些五股類 他們的軟硬程度不一樣 所以你常常白飯熟了 其它是很硬的 所以他用的方法 是泡的時間不一樣 比如說這幾份 如果你要加那個燕麥蕎麥 它可能非常難熟 你就要泡久一點 所以他說 家庭主婦可能辛苦一點 有一些東西 你是前一天就泡起來 然後最後再加進去 然後再煮 他就發現這樣子 每個人的軟的程度一樣 你可能就不用到隔餐 就可以達到每個 都是很Q嫩的程度 所以等於說為了健康 這個功夫要花多一點 對啊 像白米這樣要 因為他那個 我們那個 邱燕老師 邱燕老師他是用分開自己 就單樣單樣的 就是因為當我們燕麥最硬 所以燕麥要泡的時間比較久 像糙米也要泡比較久 像小米其實很快就熟 像我們煮小米之後 滾了一下它就爛了 所以一般就是說 如果你買 如果你分開買 那你就要掌握這個原則 那如果今天一般大眾 可能會賣 買起來就混在一起 那就可以掌握 我剛才講那個原則說 因為你悶得 保溫的時間久的話 這邊比較爛對不對 它的水分會跑到硬的這邊 所以你當餐吃完 為什麼會覺得像子彈 因為你當餐煮好 這個很硬 這個很軟 這個很稀巴爛 這個很硬 所以你吃起來會覺得 有的很硬 有的硬 就覺得很難吃 對 安苡 我們來問問看 你們家有沒有吃五穀米 我們家是 我們家是一半一半餐的 就是說 因為像我是還好 我不太挑食 是怎麼煮就怎麼吃 可是小朋友會挑 他們都不太喜歡吃五穀米 那所以後來我們家阿嬤 可是阿嬤希望健康一點 所以阿嬤就是一半一半 那或者是三分之二 三分之一 但我們沒有混到五穀 就是混糙米這樣 五穀米有的時候吃 但就是百米的分量多一點 就不混那麼多也是一個方法 也是一個方法這樣子 其實我們來看到 為什麼要這樣子 大家有這麼一個觀念 因為真的吃五穀雜糧 非常的好 幾個好處 促進新陳代謝 而且它的維生素含量很豐富 它還可以降低罹患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當然還有維持身體的機能健康 像皇帝內精 大家知道這是古代一個非常養生的 一個聖典 上面就講說 五穀為養 五果為柱 五醋為意 五菜為蔥 事實上在這麼久 三千多年前 人家就知道說 這個五穀 五果 五醋 五菜都要吃 就表示就是說 蛋白質 脂肪 碳水化而物 跟蔬菜水果都要吃 也就是現在我們所推廣的 各種營養成分都要吃得到 可是我現在發現說 我們的現代人很奇怪 有的人為了怕胖 因為大家知道說怕胖 會造成心臟血管疾病 什麼的 結果呢 澱粉都不吃 那結果你就完全違背了 這個古早的一個想法 就健康之道 養生為先 大家都在講養生啊 養生之道 五穀為先 他把五穀擺在最前面 當然啦 就是說呢 你五穀不吃 就不可能養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剛剛所列出來的 所有東西的話 你像所有的 這個什麼 維生素 航量瘋或降低心臟血管疾病 維生身體健康 都要吃五穀 所以如果大家呢 為了一個說要減重 或者要減肥 然後把澱粉類完全不吃的話呢 我今天就告訴大家 是完全錯誤的 完全錯誤的 你的這個五穀類的東西 每天在你所有的餐桌上 要吃到能量的 熱量的50%以上 所以主要是吃五穀 然後才是吃別的 我們一般減肥就不吃這些 對 所以我就是今天 就是很痛心疾首的在講說 你以古代的想法來講 養生之道五穀為先 你五穀都拿掉了 如何養生 那不可能的是嘛 不過皇帝的時代 也沒冰淇淋 搞不好皇帝生在現在 還有把這些列進去 不會 那個不能吃 到現在 男生你知道美味為先 搞不好對不對 其實也很有道理 因為美惠會快樂 快樂就健康嘛 真的 好啦 我不要講我的歪理 你的確是歪理 而且我覺得男生對不對 我不是要攻擊男性 但是我覺得男生有時候 什麼Dye Coke也不喝啦 就是說喝帶的不好喝 然後烏谷蜜也不吃啦 對不對 你會不會這樣 其實這樣壽命就短啊 很簡單啊 我們剛剛講那個 有很多養分對不對 但是很可惜 有一些人是不能吃五穀大量的 這倒是我意料之外 其實有些人 我們在這裡要告訴大家 比如說第一個 你消化能力有問題的人 是因為這個都比較不好消化 好 我注意 第二個是貧血少鈣的人 這個我就比較不理解 為什麼 還有腎臟病人 糖尿病人 痛風病人 以及癌症病人 可是就我知道有一些 像是糖尿病人 或癌症病人 他們不是都比較注重飲食的時候 就會吃一些生肌飲食 我就不懂他們為什麼就是說 比較不適合吃 這個其實網路上寫 它也是有一些道理 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但是也不是全有道理 舉個例子來講 像一般是大腸直腸癌的患者 如果剛剛切完這個大腸直腸 它兩個腸子要接在一起 對 接在一起 它等於是有傷口的 那這時候它上面有傷口的時候 如果你吃這種高纖維 粗糧的東西的話 它會反而造成傷口的出血 而且會造成傷口的復原這個降低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在大腸 腸胃上有傷口 或者剛剛這個切完這個手術之後 三個月 大概是三個月左右 要吃低渣飲食 低渣的意思就是說 不能夠有那種纖維的東西 低渣飲食 對 那但是呢 但是好了之後 完全傷口好了之後 就可以回復高纖食物 所以這個是一個關鍵點 所以因此我看了網路講的就是說 它特別講說癌症病人 原因是它大腸直腸癌 特別有講這個 或者胃癌 對 那食道癌 那確實是有這個問題啊 那你如果說像痛風的病人 主要是什麼 痛風因為倒數 細麥 俗 那個俗就是痘類 那個俗是痘類 所以一般來講 痘類它含那個 那個普林比較高 所以因此呢 痛風尿酸高普林的代謝有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也強調就是說呢 現在我們中華民國衛生署 也規定就是 豆類的飲食呢 已經是屬於中普林的食物 它並不是高普林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說呢 就是痛風的病人 你只要戒酒 你先把酒戒掉 那比較大的 對 那是最重要的 酒先戒掉以後呢 那麼這個中普林的 像這種豆類的食物呢 可以每天吃一些意思意思 不是完全不能吃 也就是說豆腐你吃個半塊 這沒有什麼問題 不要說整個人生都沒有去 豆腐全部不能吃 因為豆製品其實是蠻好吃的 我一直在強調 所以我們今天藉著 五七健康同學也跟大家講 因為有很多人就跟我講說 豆腐完全不能吃 我說那你人生還有什麼意思 沒有講那麼絕對 沒有那麼絕對 你只要把酒不要喝 我跟你講你半塊豆腐都OK 那糖尿病是比較特別 糖尿病它是因為這樣 就是說初期糖尿病的病人 沒有因為糖尿病長期之後 會造成腎臟病變 這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 只要你夠久 上次我們不是做一集腎臟嗎 那所以如果沒有到 末期腎臟病變的時候呢 糖尿病病人反而要多吃五穀雜糧 因為它那個生糖指數比較低 不像這種白米 生糖指數非常高 那可是如果到了末期 它產生了腎臟的問題之後 腎臟指數已經開始上升 然後腎臟功能 對就會跟腎臟病 那它因為這些五穀雜糧類 含非常高的鉀啦 鈉啦 因為它的礦物質很高 這時候要比較小心一點 也不是說完全不能吃 就是小心一些 所以腎臟病跟糖尿病 其實是結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就要個別的看 每一個東西 到底是哪些病不能吃 以及究竟要怎麼吃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節目 要進入精采的過程了 比如說我們就要先 從糙米開始講 趕回來之後再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走開喔 好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我們剛剛講了這麼多五穀雜糧 要開始進入到逐一的 為大家解析囉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這個糙米 糙米就是另外一個別名 叫胚芽米 它主要的營養成分 對 就是胎水化合物之外 還有蛋白質 維生素B群 還有鐵心膳食纖維 它的營養價值 它含有維生素B群 還有礦物質 我們就說可以加成 新陳代謝的作用 那麼當然呢 它裡面有一個 維生素E 融於胚芽所含的油脂當中 所以可以幫忙安定我們的自由肌 但是它有禁忌啦 就是說它的纖維比較粗 對於消化系統不好 還有你說一次吃太多 反而會有消化不良的問題 消化不良是會發生便秘嗎 還是怎麼樣 還是 它就是會有點 拉肚子的一個現象 對 因為它沒辦法消化 基本上像這個米 像這個米你從那個倒碎 你不是都有金黃色倒碎嗎 然後你看到那個 那邊這邊打打打打打有沒有 先把那個米糠給打掉 米糠打掉之後 就變成糙米了 然後再打多久 糙米之後呢 它就很有學問了 它就是金白 就是要做金白 也就是說呢 我這個外殼要打掉多少 那如果是像這種 像這種百分之百金白 是最好 就是看起來最漂亮 但事實上是所有的那些 那個表層都被它打光了 就最不簡單 黑芽也打掉了 所以這裡面只剩下 大概就是碳紫化物 所以我們以前 我們拿起粒米都有缺一塊 對 那黑芽也不見了 然後外面的殼也是 你現在拿來看放大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我可以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我也算自公 我們從小也是跟米混得很長大的 我爸爸在糧食這個單位服務很久 所以它的米 我爸爸很厲害 嘴巴一咬就知道這個過不過關 這樣 所以白米像超米 其實應該講含胚芽米 我們現在房間也有賣胚芽米 那其實就剛才拍照講 它是金白的程度 就是你打的 像一般我們買 就是你看到的倒稅 就是打掉殼以後 開始它要打 看你要打30% 50% 70% 糙米也有分 所以你泡米 如果你是純糙米 它有分 當然一般我們日本會分得比較細 我們台灣也分那麼細 所以糙米就是它沒有 完全沒有打掉 那再來胚芽米 就是打到大概70%到80% 留下胚芽的部分 那叫胚芽米 所以胚芽米吃起來 很多人還覺得說 我吃胚芽米會比糙米好吃 因為糙米太硬 你不泡的話 根本馬上煮你吃 你也入不了口 那營養程度真的是 越硬的糙米最營養 再來是胚芽米 再來是金白米 對啊 因為你想想看 現在大家最常講的叫做 全食物 全是完全的全 就是食物全部都要吃進肚子裡面 那它外面那一層 就是你剛剛講的什麼 礦物質啦 維生素E啦 這些通通都存在外頭啊 所以你打掉之後 你陪它打掉 這個就只剩下碳水化合物 這樣子 那反而賣的比較貴 會不會 因為它花 不是 因為它花的時間多 因為我要幫你金白 以前的人 從最開始的時候吃糙米 後來發現說 這個糙米硬啊什麼的 他們就想盡辦法把它打掉 越來越好吃 覺得說我們好像進步了 其實是退步了 而且做了很多的工了 都浪費人力 然後還要跟你收錢 這很矛盾對不對 其實白米的加工程序 比它多很多 像從小我們就看阿公 在那邊黏米就知道 黏了一層一層 你看最後那個米膚米糠 是餵雞餵鴨 長得很好對不對 餵豬啊 餵豬啊對不對 所以我們人在吃這個 但是你知道嗎 這樣的過程要到這裡 還有好幾道程序 而且你看要電 又要人工 所以你會很矛盾奇怪 糙米怎麼會比它多 現在打米是怎麼打 我小時候阿嬤那時候打 還有用腳踩 然後這樣打 現在不是吧 雞雞 我們是不是應該那個 就是它打掉的 我們來吃 因為你說營養素在那裡面 這些因為是碳水化合物 就減肥就不要吃 不是 所以小朋友吃米糕 就是吃這個 不是 但是我要強調的是 碳水化合物還是需要的 因為我剛剛就已經講過 就是你除了外頭那些維生素E 那些油脂 纖維素礦物質都要之外 碳水化合物也要 所以最好是一塊吃 當然是這樣 所以不能不吃這個 你如果不吃這個的話 是完全錯誤的 所以我舉一個例 就傳統阿嬤的一個傳統療法 大家應該有印象 所以剛才我們有提到這個 維他命B群 不是 大家都知道 現在人都知道 口角炎是缺維他命B群 那你知道 你有沒有聽過房間 那鄉下阿嬤會告訴你 從小一個療法 變鍋水 對 你印象有沒有 我們嘴角炎 阿嬤說那是被 拉牙轉到蛤 被蜘蛛噴到尿尿 可是現在人 醫學發達 那不是這樣 但是那時候 阿嬤不知道是缺B群 對不對 所以阿嬤那時候就教你 你煮過那個稀飯 那個暗 對 那個暗 就是像我們煮糙米西班 那個阿嬤 就是那個粥 就是那個生液 就沾著來塗一下 會有療效 那已經傳承了幾百年 阿嬤都這樣講 真的 我們家 就是像我小的時候 口角炎很厲害 就我很容易嘴破洞 可是我們家改吃一半之後 就幾乎沒有發生 所以可見了這句 那我們再進入到下一個 就是那個什麼 等一下 我還有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一個 關於糙米的就是 它怎麼保存 因為糙米因為太有營養了 如果擺在一般的地方 很容易講蟲子 比白米更容易引幼蟲 那怎麼辦 所以要擺冰箱 放冰箱 或者是你一定要 其實米 這種五穀宅的米 會長那種橡皮蟲 那叫橡皮蟲 有鼻子的 那是正常的 那是很正常的 如果你不長 反而是你有可能 用過藥或什麼 以前我爸爸告訴我 他說這個是很正常 它本來就是收成裡面 就有它的軟 蟲軟會在這個穀物裡面 因為你是全穀物 沒有打成這樣 那就順便加蛋白質 那個沒有什麼防害 因為那是很細的蟲軟 你看不出來 所以你看現在的古略 都要真空包 一定要用真空 它不會孵化出來 所以你打蟲以後 你會發現你只要拆蟲 它就會孵化出來 你就看到這樣 你不拆永遠都不會 看到那個米蟲 了解完 我現在我的吃米 有一個哲學 就是說我們家現在的米 都是到超級市場 去買那個真空的米 真空的米 我覺得它處理得比較乾淨 然後完了之後 我都是小包裝 就是我的真空 對 我只要一拆蟲 我就放冰箱 很快就吃完了 不是 我一拆蟲就放冰箱 然後又很快又吃完 我再拆第二蟲 就一般的米也放冰箱 對… 沒有 我現在基本上 不太吃這種米 就是我們小時候 不是都放在米缸裡 那就不行 對 不要… 那個會容易壞掉 所以我是教大家 就是用真空包 你買個五包 十包都沒關係 你一拆蟲就放冰箱 然後用完再拆蟲 現在你們家應該 沒米缸了吧 那種咖啡色米缸 應該沒有吧 木頭的那種 我們小時候住那個 我住過眷村 也住過鄉下 所以我台語說得很好 真的 放在後面那裡 那不是那個 有啦 好像米缸 對…一個木頭的那個蓋起來 然後要吃米的時候打開 然後還要再弄 而且過年的時候 那個滿字要倒貼在那個米缸上 永遠滿出來的米 很賺錢 對啊 感覺很棒 現在也有一陣子 那個蟲又開始流行了 那個米缸 那個蟲有的要買 好 我們來進行下一個 那如果我們把它放那種 那個扣 扣罐 我的意思是說 只要有蜜蜂盒可以嗎 蜜蜂盒可以嗎 其實蜜蜂盒也OK 那要注意的就是要除濕 所以有時候 你看日本人 他們會丟一根 丟一根碳 原來是為了這樣子 對… 碳是這樣子 就是把水分吸吸 好 再進行第二個 他當然進入第二個 黑糯米 黑糯米 黑糯米就是我們所謂的 紫米 黑米 紫黑米 血米 其實我覺得這裡面 它的鐵質很棒 它可以促進兒童骨骼 跟大腦的發育 黑糯米維生素B1 C1跟菸鹼含量 可以說分解 然後它足夠不保護子糖酸 所以你可以說 避免你的這個細胞氧化 也可以延緩老化 但是禁忌就是說 它跟糯米一樣 比較不消化 不要吃太多 我自己覺得黑糯米 做的那個甜甜的東西 我剛剛就忍不住 一直要講甜點 太好吃 十米粥什麼 十米粥 好 那老師有一個 這個黑糯米 其實是一個好東西 在本草綱目裡面 特別提到 它是叫做性溫和 有暖胃活血 暖胃活血 所以它是其實是 會有一點上火的 所以如果說 你真的是火氣很大的人 黑糯米是暫時先 不要吃那麼多 那但是如果說 你的身體是平性的 或者略為偏寒的話 吃黑糯米就是暖胃 很好 活血補血 不過但是黑糯米呢 你看喔 如果把它咬開的話呢 裡面是白色的 黑糯米裡面白的 對 所以我現在要講什麼呢 就是說黑糯米呢 其實它外頭那層殼 膚皮是黑色 但是裡面是跟 金白米一樣是白色的 如果說你買的黑糯米咬 裡面也是黑色的話呢 那就是泡色素的 那我們去買的時候 要給它咬一下 對 因為泡色素之後 色素會滲到裡頭去 也變黑色的 因為黑糯米的單價 比白的糯米 對 所以我就 我就舉這個例子 讓大家知道說 當場這個DEMON給大家看 怎麼變這個 那老師我想問 黑白的差別在哪裡 它為什麼是 它黑糯米跟 它比較不一樣 我剛剛你自己都念到了 你看它這個鐵質豐富 可以增加血紅素的含量 但是它白糯米 就沒有這個鐵質豐富嗎 對 應該是 比較沒有那麼多 不是說沒有 所以其實古代用顏色來區分 是有它的道理的 我們上次不是有講過 叫做紅黃綠白黑的 五色要吃全 那我們很少吃到黑的 不過當然今天有非常多的黑 比如說像黑糯米 黑芝麻 絕名籽都是黑 那它含的養分 各種顏色不同就不同 等一下觀眾朋友 不要從米缸裡面去 咬那個黑糯米 一咬就牙齒斷了 剛剛都很怕 老師剛剛怕牙齒斷了 其實它煮熟了 也看得出來 煮熟 你會發現它其實是一層殼 然後裡面爆出來的 其實是白色的 這我要講一個笑話 為什麼分辨這麼重要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之前有一個社會新聞 就有一個台商 它怎麼樣 為什麼從大陸逃回來 因為它的家庸 就是他們不是都請阿姐嗎 阿姐有一天 就幫他跟工人煮了 想說 我們家有這個紫米 紫米拿來煮一煮 這個老闆真是貼心 就煮了給大家吃 結果後來工廠的工人 老闆全部都中毒 為什麼呢 因為那是個是 中國他們為了發 因為他們老鼠太多了 所以他們就把老鼠 要混在那個米裡面 變成紫色的米 那個是專門給毒老鼠吃的 可是他不會分 他想說老爸你真好 以為是紫米就拿來煮 那完全不一樣 第一個是因為紫米是糯米 所以它是長出的 所以它是長的 它不會是白米的那個樣子的米 第二個就是它就是一層殼 然後就老實說 吃開來裡面是白的 不要再把那個 毒老鼠的米帶回來 千萬不要用養的字 不要用垂直敲 用垂直敲 對 紫米飯糰 很流行那種 看起來好好吃 對 我剛剛忍不住一直偷吃 真的是 糯米可能不要吃多 我記得譬如說像 對 比較不住消化 可能不去多 所以偶爾吃吃應該是不錯的 其實端午節到了 做粽子的話 我們也可以特別來講 紫米粽 一般的粽子可能要有營養 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還要介紹更有營養的東西 大家有沒有發覺 我們在手版上面寫的 那些營養成分 對 越後面的好像 那個行數越多 對 越精彩 可能越有營養 覺得很棒 這要老師來幫我們解答 先進廣告 好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我們現在要進入到小米 對 第三樣 其實我們每次到這個 北平餐館或什麼 那個小米粥 對 小米粥很好吃 我每一次都覺得好好吃 但是我哥都從來不吃 為什麼 以前我們家有養小鳥 那小鳥的四大就是小米 他說那給小鳥吃的 我怎麼要吃呢 那小鳥很容易 所以他浪費了好多 對啊 你看他的營養成分 他錯失了什麼 你看 除了碳水化 污物蛋白質之外 還有維生素B1 或者是維生素E 維生素B6 還有鐵心 其實跟剛剛講的那個 都很類似 它重要就是在B群 那它裡面的鐵質 可以預防改善鐵性的這個 貧血 它的心可以增加 身體的抵抗力 而且可以減少 膽固醇的成績 預防動脈硬化 而且全身的新陳代謝都很好 看起來真的不錯 不過他禁忌就是說 你不要跟良性的食材 像是杏仁 薄荷一起煮 以免引起腹性 那因為他的氨基酸缺乏 賴氨酸 要多搭配豆類一起食用 所以營養更均衡 因為它是涼的嗎 為什麼不能跟良性一起煮 對 它是比較偏 在骨類裡面 骨類裡面 唯一比較偏涼的就是小米 所以比較不能單獨大量吃 但是以烹調的方法來講 其實五穀在裡面 其實又是小米最容易煮 所以一般比較適合那種 幼兒或老人家牙齒 比較不能夠咀嚼好一點 單獨煮小米粥來吃 或者是加一點 像一般我會建議 加一點像枸杞 像紅棗 就比較溫性的 來平衡一下 加一點老薑片也OK 這樣味道就更好了 對 就像我們到北方館子 吃這個鍋貼 蔥油餅 餡餅 我就想真的是太厚 然後牛肉餡餅 太油膩了 所以用這個小米粥來解油膩 所以因此小米粥 它一定是搭配這種 北方的這種管子的 然後它就是可以怎麼樣 它在本草公文裡面講 就是它可以致反胃 嘔吐 異腎和胃的效果 讓吃了這麼油膩的身體 能夠再平和回來 可是常常很多人吃小米粥 就加糖對不對 那會不會又不太健康了 加大糖 加白糖 加白糖對不對 就把糖整個倒下去 非常非常不好 我們看到小米 那跟我們一般做的那個什麼 小米酒 小米麻糬也是 這也是我們 我們台灣原住民同胞 這個很傳統的主食之一 你看他們那個 楓年紀什麼的有沒有 小米就把它弄成麻糬 小米酒很傳統 當時算是他們很主要食物之一 對 所以它的這個營養成分 你看那個我們原住民同胞 都很壯 身強力壯有沒有 體力超好 所以可能也跟從小吃小米有關 對 也有關係 小米可以作為主食嗎 對 可以 也可以 就是五穀 對 五穀就是主食 我在想說能不能每天吃小米 感覺上好像比金白米還更有營養 那是你的觀念已經被它毒化了 現在應該吃糙米 然後再加上小米一大堆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對 好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到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就是藝人 我曾經以前 我生完小Baby的時候 我曾經就是說吃藝人可以減肥 我還吃了滿長一段時間藝人 其實藝人還蠻好吃的 結果有減到肥嗎 那個時候有現在沒有 那個時候的確是有 所以有效 但是就是說它藝人裡面有什麼好處 它裡面鐵有預防貧血 鎂可以促進神經跟肌肉的健康 還有心還有維生素B1 其實剛剛看起來都很像 類似的成分 那它這裡面就是說 它可以預防 它可以治這個角氣病 那藝人的蛋白質也可以降血脂 可是它有一些禁忌 它是屬於寒性的 會加速子宮收縮跟體內排水 所以說體質比較虛弱 或便秘現象的 最好不要太吃 婦女懷孕時要忌口 你也發生流產 對 生完了大概可以 好可怕 這個還沒看到 所以藝人這個部分 很多人都夏天到會拿來說 排水嗎是不是 超虛胖的人 針對水腫型的人 其實還真的滿好用的 藝人是不是跟稻米一樣 也是長在類似的植物上面 五股這樣都是一樣的 對 五股類的 所以藝人其實一般 我們遇到傳統的印象 其實藝人有很多種 我們今天拿這個是小柯的 也有超藝人 也有紅藝人 也有珍珠藝人 其實當藝人 這個種類就有 大概五六種以上 房間你買得到的話 當藝人很辛苦 當藝人 五六種 對啦 潘老師已經接近藝人的狀況 又要唱歌 又要演戲 又要主持人 這是為什麼剛剛雅琴 她特別提到說 她在減重的原因是 其實並不是說她沒有能量 她還是有能量 不過但是你如果拿這個 藝人跟白米 對對 你現在越來越厲害 對 謝謝 你現在拿藝人跟白米 你吃一碗的這個白米 跟吃一碗的藝人 它的能量就不一樣 因為藝人裡面的纖維很多 對 那纖維很多 所以因此呢 你有很多的纖維之後呢 你就不會有那麼多的 碳水化合物進來 所以為什麼 我們一直講說 吃白米不好的原因 就是說 因為它把這個纖維值 什麼都拿掉了 所以你是扎扎實實 就是吃了一堆的碳水化合物 所以能量很高 但是並不是說 這個不要 就是要回應剛剛安德所說的 也不是這個不要 只是說 你要吃裡面的 這個碳水化合物 而不是吃 完全吃這個 所以這個藝人 它的原因 就減重是在這裡 對 那另外它長期以來 在中藥典籍裡面 是對於女性的皮膚很好 除了你剛剛的那個 除了一個碳水消腫之外 它對女性的皮膚美白 養顏美容 養顏美容是也很好 所以女性同胞在夏天 都很喜歡吃一點這個藝人 但是問題是 不要又加了一大堆 挖冰什麼的 一大堆 你怎麼說我都會想吃 不要加 不要加 什麼傳統美食 那個四神湯 就是四神之一 就有藝人 還有綠豆藝人湯也 那我問一下 綠豆也是韓信 那藝人也是韓信 那為什麼大家 把兩個合在一起 所以那個是針對比較像 解暑 對 如果你是女生 或者是冬天 像我就會煮這個 紅豆藝人黑糖這樣 這樣合在一起 你那裡有一碗 綠豆藝人 你那裡有一碗綠豆藝人 所以就是要我們知道 怎麼去調配 該什麼時候煮哪一樣這樣子 你可以綠豆 我們可以藝人煮這個紫米 就在平衡一下 就不會那麼含這樣 藝人是不是也要煮很久 藝人也算 也要煮很久 這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 民眾常有一個觀念 因為像他剛才說 他有助於調節鞋脂房 所以很多人就拚命吃 重點在於說 他雖然纖維很多 但是他也還是有很多澱粉質的 所以之前就有醫生發現 有患者為了降血脂 拚命吃三餐吃給他 拚命吃 吃好幾碗 因為他把它當作越吃越有效 他認為說 如果降血脂不是吃越多 降越多嗎 結果他去的時候 醫生一看那個三酸甘油脂 爆高 他說你發生什麼事情 你上次沒這樣 他說我在吃薏仁 降血脂 所以千萬不要 就是你是把它代替白米飯 而不是說把它當成說 這有益身心越吃越多 這不是的 所以這裡面學問好大 這裡面學問真的是很大 有空我們再講一下 事實上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跟脂肪 三個可以互轉 在身體裡面可以互轉的 所以因此你這個 藝人吃多了 是碳水化合物多 但是碳水化合物太多的時候 能量高 可以增加三酸甘油脂 這是油 所以你兩個連不起來 我把它稍微連 我幫你連一下 因為它多的時候它會轉 在肝臟會轉 會轉成油脂 會 所以有很多 一些傳統的養生方法 你會聽過 其實是煮水喝就好了 像你煮綠豆水 紅豆水 喝藝人水 對 其實是煮水 煮滾以後滾 你小滾滾以後 我們就喝那個湯而已 就不吃這個 那它的養分就在水裡面 就是它需要 我們可能需要的一些 這種養生的配方 養生的一些營養素 我再講一下 因為安德他很多的問號 在他腦袋上 就是說它為什麼要轉的原因 是這樣 就是說當身體的能量 太多的時候 我們不能夠讓它流失掉 因為在古早的時候 人的養分是不足的 有的時候 有一餐沒一餐的 所以你當你吃很多進來的時候 它發現多的時候 它就要轉掉 那儲存的時候 什麼形式最有效 油最有效 因為我們一公克的 這種碳水化合物 只能燒出五大卡的熱量 但是一公克的油 可以燒出九大卡 所以因此它轉成一個 比較compact 比較能夠儲存的 它就比較容易 對抗激寒交迫的日子 所以人類就有這種 自動的一個方式 它把多餘的碳水化合物 它就轉成油 這樣你就不會有問號了 否則你剛剛的問號很多 所以大部分都是以 脂肪的形態存在我的肚子 你講對了 尤其天氣越冷的時候 越容易胖就是這樣子 是不是 發冬眠 不是 因為當它感受到 外界寒冷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的啟動 脂肪儲存細胞 對 天冷的時候你有沒有覺得 好像特別餓對不對 很容易餓 也就是腦筋啟動了 那個要吃吃吃的 對 要儲存 你講對了 然後另外就是 油脂只要出來的時候 在這邊就可以預寒 它就可以擋住外頭的那個 溫度的交換 對 就希望腦筋不要一直啟動 說吃吃吃吃 冬天也吃夏天也吃 那你要啟動那個 反啟動裝備 對 要反啟動裝備 好 所以要達到養生功效 等一下我們也有泡 這樣泡水可以 讓大家可以看得到說 你用泡水的狀態 它會有什麼呈現力 對 不一定要整個吃下去 那你說杏仁好了 杏仁 我只想到杏仁巧克力 想到杏仁 杏仁茶 杏仁 杏仁它又叫做扁桃仁 南杏仁 甜杏仁 杏仁 杏仁梅 它主要的成分這裡 真的是伊頭拉谷 還有維生素B群 E 鈣 鈴 鐵 胡蘿蔔素等等 它其實這裡有分 你看杏仁裡面的蛋白質 占百分之二七 脂肪占百分之五十三 所以它脂肪蠻高的 淡水花合物百分之十一 那它每一百克的杏仁當中 有涵鈣一百一十一毫克 還有鈴 還有鐵 當然它這裡面呢 還有一些好的成分 不過它的禁忌就是說 它含有毒性質 氫氫酸 過量服用可以中毒 所以杏仁不可以大量使用 這個老師要補充一下 這怎麼會是中毒 你像這個杏仁 跟剛剛前面幾個都不太一樣 因為它這屬於總人類的一個五股 總人類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來像這種糙米 或者黑糯米這種東西 它是碳水化合物為主 大概都含碳水化合物 大概將近五十到六十百分之 然後蛋白質非常的少 蛋白質大概就十百分之以下 那油之類幾乎是沒有 除非是小麥胚芽油 那一點點不多 可是你換成這種所謂總人類的 你看它這個整個比例都改過來 你可以看到它的這個油脂類 可以占到五十百分之 所以等於就是說 這種總人類的 跟這種糙米類的差別就是 碳水化合物跟油脂類的比例幾乎對調 所以這是油非常非常高的一個東西 所以不能夠吃太多會胖的原因就在這 但是它也有很多的蛋白質 蛋白質將近三十百分之 可以碳水化合物幾乎沒有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營養成分裡面 我們如果說要吃碳水化合物 要吃到百分之五十的話 這剛剛我講的話 你一定必須要吃這種所謂的 稻米類的東西 不可以吃總人類的東西 因為總人類的是 你絕對吃不到這個百分之五十的 碳水化合物 那杏仁的味道有些人不能夠接受 那對它的營養分攝取會不會有缺點 還是說沒關係 其實它別的可以補充 其實味道 其實我們現在吃的杏仁其實也大概有 房間我們看得到 大概這個算其中一類 三大類 就是一般我們中藥講的 所謂苦杏 就是本性 那一般我們買到那種扁扁 那叫男性 那就是所謂的真的 所謂的甜性 所以一般大賣場 或者說你一般傳統泡來喝的 都是男性比較多 那這種是比較屬於 所謂美國杏仁那種 當零嘴類的 比較像核桃 對比較像 所以一般我們你泡來喝那種 你不管你在大賣場 或者是一般房間買來的 杏仁茶那種 杏仁粉 大部分都是男性 因為北姓只藥材 他們就是說南部現在 是一種傳統是不是 杏仁茶 然後配那個油條 油條 那個是台灣最傳統的 一個古早味 那從本草綱目裡面講的 杏仁它是潤肺化痰 深精幾殼 所以如果說 對如果說 如果說在肺 你覺得你的肺部比較不好 就可以喝一點杏仁茶 是蠻好的 像我覺得你們說 那個味道很重那個杏仁 我個人 有時候都深刻懷疑 它有添加一些香精成分 因為 像我們如果自己買來抹粉 它沒有那麼重的香味 沒有那麼重的怪味 其實你就抹了之後 跟鮮奶搖一搖 就滿好吃的 這可能他們加了一些 添加了一些東西 對 自己抹是會不好 就沒有那麼 在這裡我們要進一段廣告了 之後有 你看有妖果 還有大家比較陌生的絕名子 還有亞麻 亞麻籽 亞麻籽也是用泡的 謝謝大家 歡迎回到五期健康同學會 因為上次這個潘主任有告訴我們 說要喝這個亞麻籽油 就亞麻人油 就我們原來看到亞麻人 是長這個樣子的 對 這是滿特別的 我們很快的跟大家講一下 它裡面就是 又跟剛剛前面的很不像 牧芬素 植物固醇 紛酸 還有植酸 以及纖維 還有這是 Omega 3 Omega 3 還有這個鎂 那這裡面就是有降血脂 預防心臟病 心臟怪心病 或者是相關的疾病 它參稱是草原魚油 就是老師那時候說 因為魚不會在草原生長 草原的魚油 它可以廣泛的運用 但是它有個禁忌 就是說你胃比較不好 或大便 什麼叫滑蟹跟孕婦季服 就是你大便比較稀的人 不是 因為不是滑蟹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油脂無法分解的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亞麻籽 含很高的油 所以如果你的胰臟功能 或者分解油脂的功能不好的時候 你再吃它可能會有那個 這個大油變的意思 所以這樣 那老師 這個我一定要 我來說明一下 因為亞麻籽 是我真的最推崇的 這種堅果種子裡面的 我自己家裡真的也是幾乎三餐 是我的小朋友 從小吃到大 怎麼吃法 吃法我先 再這樣一個 澄清一些錯誤的吃法 其實亞麻籽 是所有堅果裡面 這個我到德國去求學的時候 德國的專家 很多人在研究這個油 他發現所有種子 幾千種種子裡面 他發現亞麻籽的殼最堅硬 那後來我們去研究 為什麼會最堅硬 因為它裡面的Omega-3最多 那Omega-3是最容易氧化 所以它需要一個很硬的 堅硬的外殼把它包起來 就像我們買那個魚油膠囊 有一個膠囊裝著 不然你那個油露天的話 它很容易就氧化掉 意思是一樣 那之前很多人都知道 要吃這個亞麻籽籽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 百分之五十五的亞麻籽籽 還有就是膳食纖維 我就剛才提的這個 剛才潘童子講的 它會有很豐富的這種木分素 就是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那很多人就是直接這樣 甚至直接吃 那你會發現出來 就一顆一顆根本就 沒有吸收 就跟剛才猴子一樣 就一顆一顆就 亞麻籽很小 一顆一顆出來 對 它不像 芝麻還算一軟的 我們這樣一捏就破了 它這個非常非常堅硬 不容易破 所以吃的方法 我教大家第一個 還有一個檢查它的好壞 很多人說我先判斷怎麼 當然你肉眼看 可能有沒有一些小雜質這些 那丟到水裡面也可以最直接 你丟到水裡面這些浮起來 大部分都是 比較裡面坑坑的 就是比較空的 那你會發現像我們剛才錄影 大概泡了大概這半個鐘頭 你看這個有沒有很黏稠 開始已經黏稠了 它已經開始釋放油脂了嗎 不是 木植樹 木芬樹 這樣三本圓 對 這樣三本圓 你看 像那個青蛙蛋 對 青蛙蛋三本圓 所以這個就是非常豐富 這個所謂的水龍性的 水龍性的腺絲纖維 那它這個當然如果便秘人 這非常非常好的 那這樣子還是不能吃 對 這樣子還是太硬 那我會建議大家 這樣子才去打 所謂精力湯 很多人在打精力湯對不對 就是你要先泡過 像這個呈現這個 你看這大小已經差很多了 這個大小跟 這個大小 已經也發了一些出來 它膨脹大概兩倍以上了 那這樣吃是什麼味道啊 那這樣吃其實沒有任何味道 沒味道 沒有任何味道 所以一般我們在打汁 打那種蔬菜汁水果汁 我就會這樣子加進去 因為它你果汁機才打得破 不然這樣子其實打不大破 那另外一種方法就是 你可以把它磨成粉 像我這個是帶來 這是我家裡把它磨好的 那磨粉 但是有一個問題 你這個不好保存 一定要密封放在冷藏 因為這個很容易就油耗掉 對 被打破了 因為這麼硬的外皮 可以加淚茶那樣磨嗎 對 類似 或者是像 咖啡機也可以 咖啡機也可以 對 那當然你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生的打粉 一種是你可以稍微炒一下 炒過以後 就像我們現場看 煎果類的東西 只要炒過 烘焙過 它就有油脂的香味 但是溫度我們要控制好 那就會有這個 淡淡的這個所謂的 那種種子類的傾向 剛剛我是想吃過 那這個怎麼吃 這個就可以 這直接可以吃 就像花粉這樣 就這樣吃了 像我都是放牛奶 豆漿 或者是我們喝什麼果汁 我們就可以這樣 對 吃沙拉啦 吃沙拉 吃粥 就可以直接這樣放 真的我要強調說 一般我們早上吃的那個 生雞蔬果汁 其實裡面幾乎沒有油脂 因為蔬菜幾乎水果 沒有都沒有油脂 但是我們的養分 事實上我剛剛已經講過 一定需要 所謂的油脂類的東西 那這時候 你如果把這種東西 拿下去打得是非常好 有的人是會打這個堅果 去加油脂打堅果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建議大家 偶爾也可以用亞麻仁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所富含的Omega-3 EPA DHA 對這個腦神經細胞太重要了 我們現在發現 就是腦神經細胞 如果缺少這些東西 會造成老人失智症 巴金森氏症 都很嚴重的 所以如果你平常 能夠吃一點亞麻仁 然後打在蔬果汁裡面的話 其實有很大的預防效果 甚至那個亞麻仁脂油 之前發酬說有講過 我現場也示範一個 我們吃這個跟粉 一個我滿獨到到國外求學的 這個很獨到一個養生的東西 很簡單的油 這個教授研究這樣子 七次提名諾貝爾獎 就是用亞麻紫油 這是磨出來的油對不對 那就是買回來的優格 就大概我們這樣一碗 不加糖的優格 對 就這樣一瓢 那我們把它這樣拌均勻 讓它把這個油融下去 因為這裡面剛才我們講的 叫植物性的魚油 那大家都知道 像Omega-3很重要 可以消炎抗癌 這已經研究很久了 所以就是這樣拌起來就好了 我們把這個亞麻 不會 這個要攪拌到 它會完全溶解 那你那個優格也是一般 無糖的優格吧 你吃一塊炸雞 比這多十倍你都吃下去 沒有 這個因為時間 我們沒辦法 我們要這樣大概一分鐘 那完全這個油會 完全混合進去 會乳化進去 所以你就是只是感覺到 是在吃優格而已 對 其實你油會完全 你看這個油等一下不見了 油沒有味道 油會不見了 那這乳化以後 會產生水溶性的脂蛋白 這是在營養學裡面非常重要 尤其在血膽固醇裡面的代謝很棒 所以就是這樣子 我講真的 這是我們家的 獨到的養生配方 不過你剛剛那個優格 是要買那種 無糖就好了 像這是我自己家裡做的 我用鮮奶發酵這樣子 甚至現在滿流行 用豆漿去發酵 那像早上 小朋友吃的話 就給他加一瓶 就像這樣子 我就加一瓶這個養蠅子粉 就有點像花生粉 那加一點果醬 或水果汁或蜂蜜 看你自己 這樣很好吃 就像這樣子 就當一個像粥 這很方便 那當然加一點水果丁 現在當季什麼水果很甜 我們就切一點塊放進去 加一點點糖 拿過來可以拿過來吃吃看 拿一個 但是這個沒有任何甜味 因為我就是酸的 沒有甜味 沒有甜味 沒有甜味比較好 我覺得非常好吃 它不是實驗餅 它是會變得越來越健康 我現在發現它會越來越健康 很酸 因為我們有加糖 是優格的味道對不對 對 優格的味道 優格的味道 我覺得酸的很好吃 酸的很像 這不是房間買 這是我自己 用那個乳酸菌在家裡 用鮮奶去發酵的 這個比較酸 節目不完顏 你要留兩口給我 就吃完了 謝謝就吃看 這個配方真的 我們家裡 可是你吃過了 我沒有 我喝一支湯匙 這個配方 這個配方真的對 我感冒已經好了 我感冒已經好了 這個配方真的對 很多心血管 對老人這種 像我們知道嗎 DHA EPA 都是腦部血管的 很重要的元素 那我們這個亞麻油 要到哪裡買 一般超市都有 要那個比較 比較大的百貨公司的 地下室的超市 超有機的專門店 那你要記得我上次講過 你要第一次買 買小瓶 然後呢 買回來就要放冰箱 這個也要放冰箱 一定要放冰箱 而且小瓶 用完再買 不要買那麼多 很好吃 那其實芝麻 如果說吃的話 感覺上好像 像我們以前都覺得說 黑芝麻可以讓頭髮變黑 或什麼 是不是這樣子 真的嗎 我這個本草綱目找到的 已經被你講掉了一個 它事實上是 它有通便 羊血 跟烏髮 就是頭髮黑 頭髮黑被你講過 那通便羊血 原因是因為我們事實上要不要便便 要順暢 其實是要有油脂在上面 它才容易滑變 有沒有 剛剛講的要滑變 所以你要有油脂 那羊血原因是因為它是黑色 也是因為黑色的原因 所以它也含有很多的鐵汁 所以黑芝麻 你像日本人 什麼東西都要給你撒兩粒芝麻 對… 我想說飯上面這樣撒兩粒 所以芝麻就不用特別去吃 就撒 對啊 但是它那都已經烤熟了 它不是生的 那是烤熟的 所以它就說要小火稍微炒一下 不能生氣 還有甜甜的芝麻糊 芝麻糊 對… 對… 芝麻湯圓啊 對… 好吃… 可是芝麻湯圓 裡面包好多文猪油 我們現場忘了準備芝麻糊 對…